病毒在各国延烧 我国驻南非代表处 有两名人员在11月底分别传出确诊 已经居家隔离治疗 但是他们感染的是否就是最新的变异株Omicron 外交部不愿意证实 不过指挥中心分析了 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呢 是位处在当地疫情最严重 几乎是100% 验出了Omicron的豪灯审 研判他们染上的几率非常的高 Omicron变种病毒侵袭全球 11月开始在南非广传 我国驻南非代表处也传出确诊 外交部证实有两名员工 分别在11月25号和11月30号 被检验出阳性 以当地防疫规定居家隔离治疗中 那这两名人员是因为他们彼此业务往来密切 而先后感染 此为了防止这疫情的扩散 我们驻南非代表处已经安排进行 办公室的全面消毒 以及有接触时的同仁 都要进行PCR检测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的话 要立刻通报 外交部证实确诊 但是否是Omicron变种病毒 外交部不愿透露 但南非在11月病例有75%都检出Omicron 我国驻南非代表处 更在最严重的豪灯审 指挥中心等于间接证实 其中这个豪灯审 实际上在过去一周的检出率 是百分之百都是 南非代表处的同仁 在那边确诊的话 有很大很大的几率 应该是Omicron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驻南非代表处已有5名确诊案例 魔王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 肆虐各国考验驻外人员防疫 也得更加战战兢兢 记得战权的未成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